我口中要12点 我去杀谁 我去杀谁 不要跟我讲话说 富人就在柜台拿着手机 对着店员大声咆哮 12点 让富人不要杀谁 你听到我讲 一个办法 都说10点必要 15号当天 富人就在位于戏纸的 好乐敌KTV大肆发火 不仅用手指指指店员 口中还不断嚷嚷着 12点要进场 我还在这里12点 我还在这里12点 小点12点 然后12点 3点4分 你等着看 原来富人手持优惠券 拢着店员要要求开包厢 但店家规定 接下优惠券 必须提前一天预约 但富人偏偏在当天晚上的 12点前夕 预约要求开包厢 遭到店家阻止 不只不听柜台解释 嚣张态度还频频跳针 有网友拍下影片 PO上网 让不少民众看了都说 实在太恶劣 有点像奥卡吧 人家有规定的话 就按照人家规定走 好像没有需要这样子 这不是他们能处理的 服务业打着以客为尊 但近期却有不少民众 把服务当成随便 服务人员直接成了 无理民众的出气包 无辜挨骂 让大片黄友 不得不替服务人员叫去 打抱不平 借昨天解码运闻 新北市报道